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楊敏祀 副所長 所有所所長 還有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醫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這幾期的生物醫學方面的慧孫講座 在這邊我跟大家講一下 慧孫講座是中興大學最高層級的演講 一般能夠來參與慧孫講座的獎人 都要是大師 各個禮拜的大師 那原本這個慧孫講座都是應該由校長親自來主持 不過因為今天校長還有副校長 我們學校很多的基督官 今天都在慧孫臨場 因為國科會在上面有重要的會議 這個校長跟副校長在上面 那今天就我很榮幸可以來擔任這一場 慧孫講座的主持人 那我在這邊就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養人 是楊漢詩 楊院士 那這個楊院士呢我想大家什麼感覺 他是國內應該或是世界上 所謂的肺癌方面研究的玄威 那如果大家有看報紙或者是電視新聞 或者是雅虎網路新聞 我想我們前兩三天 國內有很重要的肺癌研究的突破 就是從基因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年輕女性 他也不常煮飯 不常煮飯比較多不煮飯 不常煮飯也不吸煙 可是為什麼他罹患肺癌的比例還是比西方人來得高 那我們以前常說肺癌 那比西其實真正的科學在裡面有基因 所以他們篩選出幾個所謂肺癌的抑感基因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突破 所以在各個新聞媒體 特別是平面媒體 也都是在頭版的這個版面 好 那我們楊润市是1979年台大醫科醫院 那1990年從台大醫學院的臨床醫學研究所 學的博士學位 所以楊润市他的這個求學 其實都是在國內完成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不一定說一定是國外拿博士的產品 有辦法做很好的研究 所以我想今天楊润市也會給你一個 多一些啟發 那 目前呢 楊润市除了大家知道 他是台大醫學院的院長 他當然是台大這個臨床這個內科的教授 他同時也是 中研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的合併研究員 也是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兼任研究員 那在學術成就方面真的是非常多 那我想從這個十大傑出青年到國科會的這個傑出研究獎 到很多醫學相關的獎項 像王明寧這個紀念這個學術研究獎 然後呢 財團法人 傑出人才巴蘭基金會 傑出人才獎座 到教育部的學術獎 到教育部的國家獎座 然後還有像有翔基金會的有翔解除獎 中原科技獎等等 真的是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國內外的獎項 那楊润市是在200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 第26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想這也是少數 極少數在國內接受完整的教育 然後在國內取得博士 然後在國內這個環境做研究 然後當選中央研究院 所以我曾經遇到另外一位 宏一級院士來稱讚姚半熙院士 真的是MI級生產出來的世界級的學者 楊润市進而在2008年獲選發展中世界科學院的院士 我想這些榮譽 其實我想對做研究人來說 他更希望能夠做出能夠真正造福人群的一些有貢獻的研究 那我想今天我們就非常榮幸給邀請楊润市 特別是他這麼忙的人 在白忙當中還有波口來我們學校 跟大家分享他非常理究的經驗 那我們在這邊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楊润市 謝謝陳院長 我跟陳這位所長是多年在台大的同事了 今天跟大家談這個未來癌症的治療 其實我是希望用悲癌當一個例子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說 其實悲癌特別是悲癌 它可以是把它發展成一個個人化的意料 而且悲癌現在是我們的國病 我們當然解決了一些問題 但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今天在這裡用這個 當地只是希望各位同學假如有興趣的話 或各位老師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你們的幫忙 可以一起把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國病把它解決掉 那我把題目定為個人化醫療 從實驗室到臨床的應用 那我會跟大家談的是說 好 那我們知道以前我們的國病是肝癌 但是在很多同學可能都打過B型肝炎疫苗 那B型肝炎疫苗是打以後 肝癌的發生率都降了下來 那現在呢 看到的是在最近這幾年呢 其實我們國人癌症死亡原因的意味是肺癌 那這個情形特別是在我們的女性更為嚴重 女性的過去一、二十年來呢 她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不是乳癌、不是子宮品 而是肺癌 所以肺癌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國庫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其實是肺癌 特別是肺腺癌 特別是肺腺癌 特別是不抽煉的肺癌 是在亞洲地區 特別是在東亞地區 那是有一個很大的流行 那這個流行 臺灣看到這種情形是更嚴重 那會談到她肺癌的發生的整個機制 那我們如何能做個人化的醫療 她可以做個人化醫療 但是她很快會產生療物的抗療性 那怎麼去克服抗療性 然後最後會談到說 其實肺癌的治療是要靠多方面 各種不同的科別 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夠幫肺癌病人解決她的問題 那這個是流行病學的一個資料 大家可以看 這個紅的是抽煉的肺癌 我們知道全世界癌症死亡原因的異味 還是抽煉的肺癌 抽煉的肺癌還是所有癌症死亡原因的異味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是肺癌 這是全世界的大腸癌肝癌 那我們的肺癌是在前面 但是你看這裡 排名第七的 同樣是肺癌 這裡面有兩個肺癌 一個肺癌是跟抽煉有關的 一個肺癌是跟不抽煉有關的 光是你看不抽煉的肺癌 全世界癌症死亡原因 她已經排第七了 那這個情形呢 在亞洲地區更為嚴重 大家可以看到 亞洲地區的女性 60到80% 是 肺癌是她的一個嚴重的 一個死亡原因 特別是肺腺癌 好 那很多同學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做肺癌 肺癌其實不是一個很科學的名詞 它是長在我們肺部的地方的一個癌症 我們稱為肺癌 其實它是很多疾病集合在一起 很多不同的癌症集合在一起 那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念書的時候 肺癌的分類就是這樣 現在還是這樣 我一直覺得這個分類很不好 它是這樣 看病人開刀的檢體 然後這個細胞很小的 就稱為小細胞肺癌 小細胞肺癌 小細胞肺癌 然後細胞不太小的 就稱為非小細胞肺癌 很笨 好 大部分的肺癌是非小細胞肺癌 那肺癌 非小細胞肺癌裡面分兩種 一種叫做靈狀上體細胞癌 另外一個叫做腺癌 那跟抽菸有關是什麼 是這個小細胞肺癌 跟靈狀上體細胞癌 那我們最多的是什麼 是腺癌 腺癌不是跟抽菸完全無關 抽菸跟被腺癌有關 但是你假如看 我們的女性癌症 就是完美的第一位是被癌 然後裡面有七成的人是被腺癌 然後他百分之九十三 百分之九十三的人沒有抽菸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事前禁菸十幾年了 我們在工作場合 事前人家都會用比較奇怪的眼光看你 要躲起來 在家裡要在外面去抽菸 已經十幾年了 你們會癌沒有減少 沒有減少 我們的成年的男性抽菸的比率有多少 大概33%到35% 就是成年的男性大概33%到35%是抽菸的 這個數字是低的 這個數字比大陸低比 日本低比 美國低比 歐洲低很多很多 那麼女性的抽菸人口是多少 4%到5% 10%到5% 所以低不多 但是女性不抽菸 他肺癌是 肺癌是他癌症死亡緣的第一位 然後呢 93%沒有抽菸的病史 他既然抽菸 我們知道抽菸是 跟癌症死的肺癌是很有關係的 但是他既然沒有抽菸 他發病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無從預防起 但是呢 肺癌 特別是肺腺癌 他長的地方比較特殊 他長在肺沒有錯 但是他長在肺比較邊邊的地方 他不會產生症狀 所以有症狀的時候都是晚期 所以大家看到 肺癌病人出現症狀 來診斷的時候都是晚期 我們在肺癌診斷的時候 第三期第四期 肺癌診斷 第四期 第一期第二 第三第四 第三加第四呢 占所有肺癌病人的 七成五 七成五就是75% 然後他發生轉移很快 所以治療了 癒後也不好 因為你不知道他發病的原因 所以無從預防起 說今天我們已經進了十幾年 會癌還是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那怎麼辦 也沒有辦法做預防 所以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是最重要的 這是臨床上常常看到的 這個叫做一個電腦斷層 這個女性是一個中年女性 她是家庭主婦 她沒有抽菸 她是為了做健檢 她去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腫瘤 這個腫瘤多大 大概兩公分左右 那這兩公分左右的腫瘤呢 大家以為想說 啊 機器很好 是不是他可以開刀 結果呢 在做分歧的時候 看看他可不可以開刀 結果發現這個母頭的攝影 他已經有很多的亮點 這亮點表示他已經有轉移了 意思是說 原來牛方的腫瘤很小 但是很快就發生轉移 那剛剛那個是女性 這個男性也是一樣 你看這裡 身體健檢的時候 發現這裡有一個腫瘤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幾公分幾公分 這裡多少 也一樣 到兩公分 好 他轉移的更厲害 好多好多的黑點出來 這些黑點是表示 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骨頭 當然不能開刀 分歧子 這是另外一個病人 這是一樣沒有抽菸 也是健檢的時候 然後發現這裡有一個腫瘤 那這個腫瘤 我們看到是第一期的病人做 但是開完刀 你看七個月 他就發生了轉移 然後呢 一年多不過世 意思是說 第一期的病人 因為他很早就發現第一期 他也死得很早 所以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碰到很多很多 這類的問題 但是幸運的是說 肺癌 特別是肺腺癌 他發病的 Driver gene 基因的變異 目前很多黑可以找到 而且這個Driver gene 現在有藥 有些標靶治療的藥 是可以Pocket這些Driver gene 所以他是可以有效的 用標靶治療的方式來治療它 那什麼叫做Driver gene Driver gene的意思是說 Driver就是開車的意思 Driver gene的意思是說 我假如在老鼠 或者是在細胞的模式 我把這個基因變 基因改變 基因改變 只有一個單一的基因的變化 它就會變成癌細胞 這種 或者會長成腫瘤 這種叫做Driver gene 但是我們知道 腫瘤的基因的變異很多很多 有一些是乘客 就是它可以跟這個癌症一起 很高的比率出現 但是光是它沒有辦法 就產生的種類 這種叫做Driver gene 那一定是要看那個 抓那個開車的才有用 所以Driver gene是最重要 那貝線癌很幸運的是 在最近全世界很多人來幫忙 它的Driver gene 百分之六七十是可以可以找到 然後有藥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 發展一些個人化的醫療 你想說好 那我們應該做一個 基因的檢測的方式 有一個平台 來做基因的檢測 讓它可以使用這個藥 那台灣已經建設一個 國家的 核心實驗室 這個Reference Lab 幫忙大家做基因的檢測 那可以用藥 那現在過來要看的是說 好 那可以用藥 那多少的病人 可以有這個好處 只有四成 會癌的病人 只有四成的病人 可以用去檢測 做 做用藥的一個選擇 那你還想說 這樣子真的不夠啊 還有六成的人 你有辦法去幫忙他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方法不夠敏感 所以你一定要開刀的檢體 很大的一塊檢體 或切片很大的一塊檢體 你才能夠做基因檢測 你還沒有辦法用一顆細胞 做基因檢測 你假如可以用一顆細胞做基因檢測 或者是 我抽個選 就可以做基因檢測 百分之百的 被癌的病人 就可以 受惠 我意思是 剛剛講的這個題目就是 你沒有辦法做的 怎麼樣子解決 因為 還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 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說 這些人有效 但是 平均一年左右 九個月到一年左右 產生抗藥性 這藥沒效 所以你要有一些辦法去 克服這個抗藥性 那另外一個是 人它發生都太慢了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預防 或者是在早期可以處理的時候 處理 然後 用一個個人化的治療方式來幫忙 那這個是一個 縱軸是存活 縱軸是時間 那你看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你可以看到說 假如你在第一期的病人 你開刀 活五年的機會有多大 活五年的機會有七成 意思是說 你假如在第一期開刀的時候 你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 你就不能開刀了 那活五年的機會有多少 10%以下 人地 意思是說 你假如在第一期 第二期診斷的時候 早點用開刀的方式 把癌性胞拿掉 你的生活會比較好 可是你看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的病人 第三期 第四期的病人加起來 77% 那這個不是只有台大醫院說 全台灣所有的醫學中心都一樣 我只是拿到醫院當地 那第一期第二期 病人多少 就是兩成左右 所以你可以治療的病人很少 為什麼 所以它是沒有一個好的 一個早期政策的方法 所以我其實很久以前 就一直跟國劍局講說 你們要 因為總統 那時候希望說 癌症的死亡原因 是癌症的死亡率可以降下來嗎 你知道那個白皮書上面寫的 就是希望 我們國任癌症的死亡率可以降下來 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你要做這個事情的話 小學生也知道 應該是癌症死亡原因第一位 第二位你去處理 那你就可能才會降下來 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第二位是肝癌跟肺癌 你要做腮症 那未來可能你要做腮症 早一點你知道 他是在第一期第二期 你又開刀 你就可以病人出國變好 意思是說 你要把這個 特門往左離 讓他可以開刀的病人 越多 你活的機會就越大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下次你們假如做 國劍局的局長的時候 或當衛生署的局長的時候 就跟楊老師跟你講這件事 然後接下來就說 好 那怎麼做 怎麼辦 我們的活病 在十幾年前 這個圖已經畫了十幾年 但是還是很重要 因為肺癌 特別是肺腺癌 長得很憋憋都沒有症狀 所以你必須要去找出 高危險群的病人 但是高危險群的病人 你要去用一個可以 偵測的方法去偵測出來 那現在現有的 可以看到肺癌的早期 就是病兆 就是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現在只有這個 這個低劑量電腦斷層 只是讓你看到那裡 有一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看到世界裡 就說看到那裡 有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 是良性是惡性 並不是太清楚 常常靠醫師的判斷 所以第二個題目要給同學的是 你怎麼發展一個很聰明的 影像的方法 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知道那裡有東西 這個是良性 這個是惡性 這個是可以用藥 這個用藥沒效 第二個題目給大家 好 接下來 那你要有一個方法去篩檢 那它轉移的很快 所以你要去發展一個 比較聰明的方法去看它的 它是什麼 那可以開到的病人呢 你要有一些方法去 預測它的意候怎麼樣 會不會死得很快 不發很快 那不能開到的病人怎麼辦 不能開到的病人 你要想一些方法 去知道說它用什麼藥是有效的 要亂槍打釀 那以前亂槍打釀的這個方式 是應該要被放棄的 好 那是我們一直想要解決的每一個環節 那好 我們現在回來看 基因的變化 這是外國人的 美國人的一個研究 發展在Nature 知道說其實肺癌 非常見的基因的變化 第一個是什麼 T53 T53這個基因的變化是 它最變化最多的 第二個是什麼 KROS ROS的基因 但是這是白人 華人的病是這樣的 好 那最近假如你們有興趣 你們去看SELL 有back-to-back 這兩個配線來的 一個基因的MAP出來 那會告訴你說 它們的Nation Spectrum是怎樣 現在 再次看 這個大部分是 白人的 華人的 東亞人的病是這樣的 那我們是怎樣 我們基因是這樣的 這是白人的Driver gene 跟東亞人的Driver gene 注意看 它們最重要的Genetic Change是什麼 是KROS KROS這個 治癌基因 是最重要 白人配線來的 治癌基因 那我們最多的是什麼 EGFR的Nation 上皮細胞受體的不變 這個是東亞人 最多人的基因 我們KROS很少 不太接5到4% 但是東西方是很明顯的不一樣 這個情形其實是 我們在最近的一個 大規模的東亞地區的 一個基因 就是病學的 一個Study 去證明這件事情 其實東亞人 不管你是日本人 韓國人 漢人 馬來人 或者是泰國人 一樣 它的基因是一樣 它的上皮細胞受體的不變 都是在5%到5%左右 但是印度人不是 是比較偏白種的 它是基因的突變 只有在兩層一層 那以前我們都以為說 這個是只有女性的專利 女性的病人 不抽菸人 比較會有這個基因的突變 就是錯了 沒有性別的差異 主要是人種的差異 人種講的是東亞人 你發生的機會 就比較高 那我們來看說 抽菸的肺癌 跟不抽菸的肺癌 它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抽菸的肺癌 你發的訊息的傳遇 最重要就是 經由這個RASC 讓癌細胞可以存活下來 但是 假如在不抽菸的肺癌 它最主要的是 經由這個 上皮細胞受體 然後這條PASC 讓這個癌細胞可以存活下來 這個EGFR是 epidermal cause factor receptor 正常情況之下 它需要一個 一個Ligen 一個Ligen奶 會讓兩個正常的 EGFR receptor 兩個 形成Dimer 形成Dimerization 然後就活化成PASC 讓它這個 AKT 就是PASC activation 這癌細胞就容易存活下來 但是呢 在我們的族群 這個是在Dopia的族群 這個是EGFR的一個 它的最重要的幾個Domain 可以發現說 在它的PASC 的Domain 我們的病人 很容易在這邊發生不變 一半的病人發生不變 除變以後呢 這個癌細胞 它不需要來等 它的EGFR receptor 不需要來等 它自己就 改買 它自己就 複製 自己就複製 因此是說 你不必給我刺激 我已經自己可以存活下來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華人的 未來發生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性質 但是很特殊的是 它發生突變的地方 非常的小 它是在它的AXON的 21 跟AXON的19 你看這兩個 加起來多少 它發生突變的地方 很準 兩個加起來85% 而且是很小的 在PASC 我們很小的地方 發生突變 那這個突變 有什麼重要性 這個突變 告訴我們說 假設你有這個突變 百分之七十 七十應該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 用標法的藥有效 那你們會覺得說百分之七八十 老師百分之七八十重要嗎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你回來說 我們在癌症 所有的癌症 特別是未來以前的 你用化學治療 假如你有25%的回應 你就覺得很好 病人已經很好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效 那你可以知道百分之七八十有效 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那假如沒有突變的話 那只有1% 1.1%有效 它一定要用化學治療 好 70跟1.1% 差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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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研究完了以後 我們就 決定你必須要 每一個要做基因檢測 決定你要用什麼藥 因為這個差別實在太大 那我們就把 建立一個reference up 這個reference up 把幾個重要肺癌的 driver gene 通通做了檢測 其實做的比賽更多 但是把它Standard 那這個Serve Service全國 所有的人 要做基因檢測 就送到台大的一個reference up 那邊幫忙做 特別是Focus在這兩個 這兩個 因為它有藥 EGMAR它有藥 EML4LK它有藥 但是這個兩個是大宗 這50、55、5% 這兩個大宗 就已經Color配線 還有一半以上 那你會問說 多有效 老師說你多有效 你看這個 這病人是 這些是腫瘤 這是一個S光 胸部的S光 你可以看到這個白點 它們是腫瘤 密密麻麻的 因為幾乎找不到 空的好的地方 那這個人是在移民到澳洲去的 在那邊生活很好 空氣也很好 沒有空污也沒有抽菸 打高呼球 今天享受這個物理子 可是還是會癌 因為它是華人 他得了這個肺癌以後 澳洲醫師跟他講說 你只有剩下三個月 所以他就買了機票回來 買機票回來 我們做了一個檢測 知道它是上級細胞受理不變 你看兩個月以後 所有的這種消掉 這個人現在還活得很好 他現在是買月票再上班 回去澳洲 然後再回來看 開始的時候是每個月 現在是 久一點 兩三個月 所以 真的是 這麼有效 現在來了 他有突變有效 沒有突變沒效 然後 臨床醫師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開始想的時候都很單純 可是 做CelbaOrigin 想說 不對啊 你一個癌細胞 癌細胞是一個 一個Ginus group 然後 那有突變 有九顆細胞有突變 你也稱它突變 有一顆細胞突變 你也稱它突變 這兩個應該不一樣 對不對 有突變多了 有Response應該比較好 有突變少了 Response比較差 有一個方法 那我們就 建立一個方法 我們覺得說 這個突變的比率 是會影響 藥物的 有效 的情形 那我們用一個 用一個Mask BNA Mask的方法 你要看到 突變很簡單 最重要的是 你用Sequencing的方法 就好 可是用直接用 定序的方法 你的定序的Sensibility 只有大概15% 25%左右 就是說你五顆細胞 要有一顆 它才可以被你抓到 它的突變 這樣不太能幹 那你要希望它 更Push到更前面一點 那我們就發展一個 DNA Mask 用它 安備發來以後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 和幹酸 VDCG 那重量都不一樣 所以它突變的時候 那個質量 會跑掉 質量跑掉 你就可以去定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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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變的比例有多少 那它的敏感度 就可以到1,25%左右 好 那我們就可以 去定量它 然後可以用 Next Generation Sequency 去證明它 好 那怎麼算突變呢 很簡單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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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是所有 它的 基因的數目 Copy數目 那你就可以 這個除以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它 突變的比例 如果這很簡單 算出 好 那這個突變的比例呢 突變越高 它的 腫瘤的反應越好 出活時間越長 所以你就可以證明說 沒有 每個腫瘤都不太不一樣 你應該定量它的突變 突變的比例越高 它活的 它對藥有效的時間越長 它講的突變的比例越低 它發生 它 有效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看它的基因能變化在哪裡 一階瘤在哪裡 一階瘤在 一階瘤在 一階瘤的 7P的地方 我們在這裏 有一個PR 沒有QR 那一階瘤在7P的地方 那想想看 每一個人生下來都一樣 染色裡的基因都一樣 但是有的人會得悲癌 他們不會 你說它 原來有一些基因的變異 像它 人會得悲癌 沒有錯 它很可怕一些環境的命數 這環境的命數 不知道 也許是空氣污染 那有人很擔心是出網油煙 也許是病毒 跟密西肝炎一樣 但是這些致癌原 或者是一些環境的重心 這些致癌原為什麼那麼準 你剛剛有看到那個圖片的地方 它其實很準 其算在它的 Taloxin-Kinex的 Exxon很小的一個原 它其實不是這樣 這個致癌原在HIT 這個CaseSale的時候 CaseSale的時候 它是旁邊的也會受影響 所以你去好好用它的 一些方法去彈彈感設體的變化 在EGAVAD的規定 看到旁邊一大堆基因的變異 就是旁邊還有一大堆變化 只是你沒看到的 你看到的話 旁邊還有一堆變化跟它一起來 那這些變化 假如這旁邊變化越多了 然後它表示這個癌細胞受到的影響變大 所以它變性的機會就更厲害 所以它讓癌細胞有一個機會 它可以你把我這個路關掉 我就走去它的路 讓它活下來 所以它容易產生抗藥性 意思是說你變化越多 它越容易產生抗藥性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去評估它的發生抗藥性的時間的長短 那我們回來去看說 那發生不變產生抗藥性 到底有哪一些機械 我們就把所有病人用掉以後 發生抗藥性 把這些病人的檢體拿出來再去定序再看 結果發現說 其實有一半的病人是在 小瘟子掉入要發生作用的地方 又發生了另外一個突變 這個突變讓這個小瘟子不容易黏上去 那個位置叫做T799 有一半的病人是這樣 有一半的病人 他在那個T799 另外有一個突變出來 讓它不容易黏上去 另外一半的病人呢 有一半還不知道 四分之一還不知道原因 有四分之一是其他的Password 是剛剛講的 7P旁邊一大堆變化 然後一大堆變化 讓它有一個Password 讓它抖過去 那不會被這個小瘟子的影響 這實際的女子 這個人有一個總結在這裡 他有上皮細胞受集的突變 用藥消了 九個月以後 又長回來 因為它有一個resistant mutation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不太知道 看到這個現象 我們就稱它為Acquired mutation Acquired就是後來得到的 mutation 意思是說你用藥之前可能沒有 但是用藥以後得到了一個免疫 那這個是對嗎 其實後來不對 我們有2005年就證明它不對 應該是這樣講 癌細胞染色體非常困難 很多癌細胞 原來就有這種不變 但是它的數目很少 數目很少呢 然後你用一個調 有效的細胞當中殺光 那每一效的細胞就變成 被你篩選出來 所以這個不變呢 它可以是在 還沒有用藥之前就出現 所以它是有種品嘆化 品嘆化意思是說 你還沒有品嘆化藥之前 它就有了啦 不是說的都是因為藥的關係 好 那我們就回來看說 那這樣子的話 原來有這個很少數的幾顆癌細胞 然後有這個不變跟沒有 有什麼差別 是有差別的 比如說你假如用 直接用Sequencing的方法 它還有只有2-3%的病人 它原來也有這個不變 但是你假如用更敏感的方法 用DNA嗎 它的Sensitivity 已經加到20倍以上 你就發現說沒有啦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病人 它原來就有這個不變 然後你用藥以後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這個不變 所以你會把它篩選出來 有這個不變呢 它就存活期就會變短 那用藥的存活期就會變短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累積了一大堆這種 用藥發生不變 然後用藥發生抗藥性 那第一代的標靶藥 很可沒效 會產生抗藥性怎麼辦 那全世界在發展標靶藥呢 臺灣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研究抗藥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最多的不變 那我們用藥用得最早 就是累積最多最多的 抗藥不變的病人 那所以很多重要的史拉里科 在這邊做 那很多很多同仁來幫忙做的事情 那今年美國的癌症協會 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研究 病毒試驗 這個是我們的同仁楊茜茜醫師做的 他第一個全世界做這個史拉里 第二代的標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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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抗藥是有用的 是第二代標靶藥 假如一代標靶藥有抗藥性的話 以後第二代標靶藥是有效的 我們會來看剛剛那個病 這剛剛那個病人吃了將近兩年以後 可以看到他又開始長出來了 可以可以長出來了 然後給他第二代標靶藥 這兩次吃兩年 又消掉了 所以你有機會呢 你挖的時候 好我第一代沒效 沒有關係 用第二代就下雨 但是會多久 你知道嗎 好 那這是一階八的Story 那另外還有一個五person 那個Story 另外還有一個剛缺下來 還有一個無藥的Story 是這個叫做ALK 這個 這個 anaplast uniform of kindness 這個基因的變異 那這個基因的變異 那這個基因的變異 是在最近幾年 跟一些 喔 日本的同仁 他們研究發展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們先看這個 它是什麼樣的基因 它是 在染色體2123的地方 它是一個 也是一個 傳染色體2123 它是在花孕的過程中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早期胚胎的時候 它是需要的 但是胚胎成長 比較成熟以後 變成大人以後 這個基因就關掉了 它不需要這個基因 但是呢 這個基因在成年很關掉的時候 原來在領波馬的病人發現說 它會 translocation translocation以後 這個原來關掉的基因 又被活化 那本來是在領波馬發現 所以才稱為 anaplast uniform of kindness 但是呢 在肺癌也有 我們把它 看死 這個 這個 正常的情況之下 這個ALK 這個Receptor 那也需要來一個 需要來一個以後 它就 療養 然後讓細胞 可以分化 分裂 按照 但是呢 這個基因 ALK 本來是成年人 它應該要關掉 但是 因為它發生 基因的translocation 把兩個基因 fuel在一起 fuel在一起 fuel在一起以後 這個ALK 這個基因呢 它就用前面那個基因 它的這個partner 那個基因呢 它的promoter 來drive它 所以它這個ALK 就一直被活化 ALK就被活化 一樣 它也不需要 哪一個人 它自己就被活化下來 它有一堆的partner 有一大堆的partner 這些都在被來 被發現 那它是一個driver 我假如在老鼠 我把它這兩個 EML或ALK 丟在一起 那 ALK 利用EML或這個基因的promoter 它來drive 這個蛋白的話 它就會產生 Adenocarcinoma 所以它證明 它是一個driver 那很幸運的是 它證明這個driver 發表這個nature以後 發現說 有一個藥廠 原來它並不是為了這個purpose 它有一個藥 很可能有效 所以就拿那個藥來測試 證明是真的 這個藥 對這種病人有效 多有效 就像這樣 那個會癌的病人 其實你看到 它已經用了六性藥 六性藥就是表示說 它已經什麼藥都用過了 沒有辦法 還有一個大種的 但是 因為它是ALK 陽性 吃了這個藥以後 整個就消掉了 喔 還是可以這麼一消 那它的診斷呢 診斷怎麼診斷 診斷非常不容易做 它要用FISH的方法 FISH的名稱叫做 Horacin-Inc-to-hybridization 那怎麼做 這是一個正常的基因 因為ALK在這裡 它在ALK的3-prong和5-prong region 用兩個不同的顏色 這個紅色和綠色 所以這兩個原來是靠近的 可是它發生Transportation以後 這兩個中間 夾了另外一個基因進來 夾了另外一個基因進來 這兩點 Nable Pro Nable Indicator Pro 它就分開了 正常是這樣 但是呢 假如是有Transportation 它就會分開了 就像這樣 就分開了 你用這個方法 它會分開了這個方法 去證明它 哇 這個很難 這不太容易做 所以不太容易用在病人身上 所以我們就不行這樣了 你這樣做病人還是很難弄 所以這個是最標準的方法 但是現在其實你可以染 它的ALK的Kinase的蛋白 或者RTBC的Sequencing 或者用DNA Mask 你都可以detect出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用在病人身上 這種病 還是一樣 女性不抽菸 配線 很奇怪 就是 她還是不抽菸的病人比較多 抽菸比較少 那很有趣的是 假如你有EGFR的話 你就不需要ALK 你不需要RAS 那你有RAS的話 你就不需要EGFR 不需要ALK 意思是說 它有一個DRIVER就夠了 讓它變成Cancer 那不需要 那麼多的DRIVER 一起來 讓它變成Cancer 但是這個不一定對 以前我們都講說 它是Nutrious Closer 但是這個不一定對 少數還是少數的病人 還是可以同時運用 但是這個比率不高 比率也蠻不一定的 那經過這樣子以後 來看肺癌病人的出貨 全世界 肺癌平均五年的出貨 是15% 其實不管怎麼治療 就是 國五年 15% 但是台灣 其實 這是台大的資料 其實所有幾個大的疫情中心都一樣 我們肺癌病人出貨已經在20%以上 20% 五年出貨已經在20% 你說我 台灣的醫療水準比較好 其實 也不完全是這樣 我們做了基因檢測 健保幾度低限的 標靶治療的藥物 它一個很重要是 我們 可以治療的病人 相對的比較高 因為我們的肺癌病人比較多 所以它治療效果比較好 那我們開始在做篩檢 越篩檢越做了越多 病人存活就會越好 所以我們當然是有機會 所以很多 移民到美國到加拿大到澳洲的病人 通通會回來 因為我們這邊治療的生活是病 他們治療還要好 好 那接下來 回國來看說 假如我們看病人存活 在沒有標靶的藥之前 病人存活的終數是一年 有的標靶的治療藥以後 病人存活的終數已經變成兩年 二十七個月 那這個時間多久 五年的時間 過去五年的時間 被癌的病人存活的終數增加一倍 這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但是呢 這是針對普遍的準確 意思是說 肺腺癌的病人 你有大概六成病人 你是這樣的 還有四成病人 希望大家來幫忙 那四成病人 因為你還不知道 他的宅落是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 要有效 那希望說 大家來幫忙說 可以這個 他還是在這裡 那接下來是 很多病人就會說 那可不可以把肺癌變成一個慢性病 你現在用標靶的藥 今天吃一顆藥 但你也不知道他的肺癌 他還可以工作 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會產生肝癌性 沒有錯 那你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 讓肝癌性產生得慢一點 或者是說 用很多八歲的免疫者 一起把它 要治療 就讓那個產生肝癌性的機制 減少 或者化療 化學治療跟標靶的藥 一起用 或者是 Sequential用 你有很多方法 讓那個 意思是說 你明明知道 他的一個 是有效的 那有些小的 是沒效的 那我用一個 要把這個有效的 把肺癌弄掉 那這個 沒效的把肺癌上來 那你還可以用其他 要把這個 弄掉 弄掉 這個東西回來 可以用一個有效的藥 因為很多方法可以不做 所以我們被cherry 就是被argue說 好啦 那你們幫我們 想辦法 我們希望 被癌變成像 高血壓性糖尿病 可以永久的存活下來 這個不是不可能 應該是辦得到 那接下來 剛 我們談了三個你們的課題 第四個課題是說 怎麼解決抗藥性 怎麼解決抗藥性 我們因為知道有效的 就是在 Pyrosin Kinesis 的Binding 這個Domain這裡 那它圖片 微半病是有一個 790的圖片 那小的分子 黏黏不下來了 那我們就找你們 Structural Biology的老師 你們想想看吧 那個 我們克服一下 是不是讓它黏上去以後 一下 有 就開始很多人去做這個事情 那開始很多人做這個事情 就是在阿波的 這個Pasiani 但是他們做的時候 請大家小心 你的專利沒有做好的時候 就像這個很慘 Pasiani 在2000年左右就發出來 可是到現在 沒有辦法往下發展 是因為專利保護沒有弄好 所以那個藥廠跟學校 就兩邊有很多話題 所以只掉這個 沒有辦法發展下去 過了 我跟大家講 是Structural 所以我們好好去想 利用這個Structural 去做 那另外 剛剛講 肺癌 白人跟華人不一樣 這裡 前面十來個細胞 都是我們華人的細胞 我們就大量的 從病人的解體 一直把它做成肺癌的細胞 然後看它上一個細胞 說你的突變怎樣 它的抗藥性怎樣 很多單位很多研究者 就拿這些細胞檢測 看看能不能找到藥 來克服這個抗藥性 因為我們知道 它有很多都是一些辦法 有突變 特別是因為 產生抗藥性 那其實這個歷史 現在已經將近20個 就是20個的那個 已經我們 病人的 造成一個細胞株 那這細胞株呢 可以提供大家去做 Screening 去癌 那我們有老鼠的模特兒 這跟 Villian Paul合作 就是 有一個老鼠的模特兒 這老鼠 你只要給它 Texa Cycreen 去搭取以後 它就會把那個基因增到 基因就會增到以後 就產生阿電動卡形狀化 所以你就有一隻老鼠 它會產生阿電動卡形狀化 它會產生阿電動卡形狀化 可以用藥去篩檢 好 那這是就很多 台灣的很多的研究學者 都加進來幫忙做這個事情 這是國衛院 國衛院的人 就是利用這個 Structure 他們一起跟我們合作 好 就是Structure 去做Modification 加了一些Site Chain 做了一個第二代的 Pyrosine Kinase的禮物 那現在已經在做 一個Clinical的測試 就是有機會 就是Structure 都知道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都一定要新藥嗎 是不是一定都要去找這個 小微子新藥呢 其實 倒不一定 這個是老藥新用 老藥新用 這是黃錫陽平大學的教授 跟台大跟我們合作 他去用 我們已經在用了藥 那這些藥呢 去看它如何改變基因的表現 結果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 治療精神科的病人的藥 它是有效的 它用以後 那個基因 會讓癌細胞 就是癌細胞 幹細胞的基因表現 變成比較正常 所以他們就去看 這個 看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的藥 其實是有效的 那 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個藥本來就用在人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就可以拿這個藥 很快 就是肺癌的病 所以這個快速會進到你的床 所以是有機會的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策略 就是好 既然是都是在790 那我把790的RNA弄掉就好了嘛 他就不做790 就沒事了 所以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DLA戰的方法 去把這個790弄掉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建偉老師以前做的事情 肺癌細胞很容易轉 那很奇怪 肺癌細胞就是很容易轉 要怎麼做 我們那時候想的是 要看這個轉移的機制 轉移的機制 你要有一個細胞模式比較方便 那細胞模式方便 我們就用篩選的方法 我們用原來的細胞株 用這樣篩選的方法 把癌細胞能轉過來的話 就看到很多細胞轉過來以後 把它收緊以後 再篩選一次 你就建立了一個 很多的子細胞 這些子細胞 比原來清醒能力增加 那我們用老鼠的氣管去做實驗 你看這老鼠的氣管 就橫切面 這是它的軟骨 就是那個basement面分 然後把這個老鼠的氣管切下來以後 到第一江冷凍結凍冷凍結凍 一次以後 所有的活細胞都死光 死光 你要什麼 要那個殼 那個殼 那個殼 那個殼是有basement面分 有 有 然後你把人的細胞放進來 人的細胞放進來 你可以看到人的細胞可以 長出來 用它的basement面分長出來 而且可以觸化 然後呢 它形成tumor 但是它的basement面分長很好 沒有問題 但是你假如 你把這個細胞 高清晰的細胞放進去 你看到它就會形成 invager的佛塞 OK 好 你手上有一個 一組細胞株 它是同一個細胞藍的 它的項目的背景一樣 但是原來不清醒 那後來容易清醒 那你就想看出好 是從不會到會清醒轉變 它發生了什麼樣的經濟電 你可以去分析 總共大概有600個經濟左右 跟它的這個 信息轉移有關係 好 那你就可以說 想說 你用600個來必測病的人 會不會發生信息轉移 那你假如這個跟病床醫師講 病床醫師沒有一個性 你要用600個才能夠看 這個我的病人會不會 信息轉移 因為太不方便 所以你就要reduce到一個可用的數目 可用大概是5個到10個左右 那你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預測病人會轉移 會不會誤發 那這些 對早期的病人 第一期的病人 比較重要 為什麼 第一期的病人 因為你知道 開刀70%或5 那你會問說 為什麼這是百分之百 有30個 Bussel 那還是會不會發 所以你要有一個方法 去把他這30%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 他可能要 開完刀最強 比較強的治療 他才可以 過得更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600個經 就好多好多的經濟了 為什麼這些記憶會 就這裡出現 那這些基因為什麼會 促進他的轉移 因為很多研究生 就會856年 比如878年 去把這個基因 控制轉移的機制 把它做出來 不過這很重要 每一個人做出來 然後那個基因 就是他的一生的career 為什麼 因為可以看這個基因 看為什麼會發生轉移 他可不可以去manivrate這個基因 他可不可以是一個drugable part 這是其中的一個理解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過來看說 P53其實是肺癌裡面 變化最多的嘛 對不對 那其實 變化最多的這個基因 跟他轉移是有關係的 我們都知道 P53本來就跟 西方拉臥特勢 的 Cell-cycle-rerelation DNA repair 還有 腦化有關係 但是他跟 Metaxis有關係 那我就簡單的用這個 做三文 就是說 意思是 P53可以通過mdm2 然後 control Decelium-rerelation emt 就是讓他上癡細胞 比較容易向fotoplast 跑出去 但是透過這個slab的基因 這個slab的基因 是他可以 調控e-tab e-tab 是 細胞 之間的一個 連接的一個蛋白 這個 這個細胞之間 連接蛋白越少 這個癡細胞越容易好 那這個基因的 調控是受slab 但是slab 是受Q53的控制 所以 告訴我們 Q53 他可以透過這個magnus 調控癌細胞的轉變 那這病人到底有多少 你回來看肺癌的病人 大概肺癌的病人 20%左右 這個passway之後 所以這個passway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trainable的答案 那最後我們來看 screening的事情 我們說 肺癌的病人都沒有症狀 有症狀的時候都晚期 所以你們要篩檢 那你什麼時候 篩檢比較好 你剛剛說第一期的病人 只有70% 那我不喜歡 我希望90% 怎麼辦 90%成果怎麼辦 那總流在哪裡 你看到 現在已經知道說 其實用低劑量的電腦調整 是唯一可以 早期篩檢的一個方法 那回來看說什麼方法 這是普通的S光 你看這S光 其實是完全正常 但是這個是Hair病 Hair病是哪裡 這是香港中文大學的 那你女的教授 就這裡 被癌的症狀 1.7公分 7個迷你密 那為什麼要這麼小 你假如在第一期 第一期是講的是 這腫瘤在3公分以下 但是3公分的被癌是不好 太大 他已經很多搞出去 所以你開刀的時候 70%存落 50% 那你要到多小以下 最好 2公分以下 開完刀 90%可以出落 90%你還是不舒服 50% 那再多小 1公分以下 95%到97% 開完刀 出落 1公分 那你有機會 Cue 所以你要在什麼時候 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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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幾個課題 第五個課題 想辦法在1公分以下看 但是看到 他只是跟你講白白的 你怎麼知道他是兩星樂星 開刀不是那麼容易 開刀是大的工程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有沒有辦法去找出哪些病人是高危險的群 這個是證明說 其實不抽菸的女性肺癌 這是很多亞洲國家大家一起做的 工作就是大家報紙上看到的事情 但是不抽菸的女性 確實在某一些特別的染色體的位置 這每一個是每一個染色者 這個超出這個線以上就表示說 這些基因 這些 他的危險 他的危險是比較高的 你看那這個是特 就是那個專利媒 那裡面的便利 OK 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總共找到五個 這五個羅神 他可能跟 不抽菸女性會心癌化是有關係的 但是每一個 每一個基因他的關係都是在1.3左右 1.3左右 到你說1.3跟1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點 但是 他是可以給自己的 你假如有一個1.3 兩個 或不是2.6 他很可能就是到3了 五個可能 三個的話可能到5了 四個可能到8了 那個危險就越來越高 所以你需要去塞進這些所有的基因 然後把這個高型群找出來 那可以做低基因量電腦斷層 因為低基因量電腦斷層 因為低基因量電腦斷層 它是有無色的附入 那我們希望說 好 那真的找到應該做的 就去45歲 可以應該做低基因量電腦斷層 那接下來 找到怎麼辦 很小怎麼辦 開刀是最好的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排大的外科的功能 這個人 你看他是醒的 他不敢看而已 他開刀的時候完全醒 他是沒有插 吸管的內管 沒有插管 他完全醒了 然後用修薑鏡的方法 就可以給他拿掉 而且呢 傷口很小 你等一下看到 那傷口就一公斤大 那是可以把它吸出來的 所以傷口 這樣拉出來 那一個蓋子把它拉出來 OK 你要量一下 看看那傷口 很小 三個洞就不解決了 他其實醒了 他不敢看而已 所以你還是要需要外科來幫忙 你看到很小就把它開掉 好 那外科也可以幫忙 你們假如要幫忙 好 那這個是用這個相當盡拍的 那這個是用傳統拍的 大家當然想要用全能盡拍 大揮紅盡全能盡拍 那有一個好處是 哇 好 還有一個麻煩是喔 我們的肺癌喔 還有是發生了多花 多花意思是 它的那個 那個那個環境 這個甜 是有問題能一長 很容易長怎麼辦 那常常有時候兩三個 那多化這樣15到15% 那你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一起把它開掉 這兩個沒關係 左邊右邊 好沒問題 用一起開 沒有問題 所以你用這個方法是可以做的 另外一個是 好 我就可以用藥用開到一起來 這個病人是這樣 一個離民到日本的病人 一樣換你的組合比較少一點 吃得很好 吃得很好 但是來的時候 這個女性不錯 原本胃癌這麼大 那外科醫師說 這個開到有風險 拿得掉怎麼辦 那我們就做一個檢測 我們知道 你有一半的機會有改變 好 做一個檢測 那是有不便 吃了幾個月的藥 變這麼小 原來第三期 吃了藥變第一期 第一期就趕快開完刀 很好 所以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做 好 那最後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啊 這是這個 story 是這個 我們未來是我們國病 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解決它 然後真的是 我們有一些病人 我們用各種化的醫療方式 讓病人有很好的成果 好 但是還有將近30%裡面 我們用不到栽若菌 需要大家幫忙 另外一個是 如果栽若菌有藥的呢 還有問題 可以呈現抗藥性 那你做藥物也能花了 做structural 但是去幫忙 幫忙 它能夠解決抗藥性的問題 那你們假如要細胞株的話 就跟曾經為講 他們一定拿細胞株給你 但是他都在塞月 盤子月穿雪 不要自己給同學 不行 你們要塞月盤子月穿雪 沒有啊 很多人拿了細胞株去 其實那個細胞株就沒有 很多人全世界都在那 就自己拿過去用 但是你們知道 你們在做細胞培養的時候 那個細胞會變 你們有的同學 比較勤奮的換B點 有的同學想說 周六兩天星期再打 那個很多細胞都死掉了 剩下的是那個 能夠適應你給它一個除火的環境 才能夠活下 那個細胞跟原來已經變很多了 所以你們在做這些 cell culture 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把原來的stop下來 然後沒有注意你的學生 Culture的technic 然後不要自己轉 你一定要拿原始的細胞來做 要不然你會做出來怪怪的 那跟原來的不一樣 那是因為每一個人的手不太一樣 每一個人習慣不太一樣 那細胞會一定被你們 在處理過程當中可以改變 那希望大家一起幫忙 也許你把我們可以來很多 還沒解決問題 一起來解決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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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